新北市110学年度小学篮球对抗赛 15号起105天在安坑国小登场 今年参与比赛的学校共有35所64支队伍 因此战况相当激烈 新北市110学年度国小篮球对抗赛 15号起105天在安坑国小登场 开幕活动上安坑国小国标舞社带来精彩演出 欢迎所有与会来宾 安坑国小校长陈玉芳在致辞时表示 很高兴选手们有机会一起在场上切磋球技 精益球精 也期盼大家全力展现平日的练习成果 这次我们全新北市有35所学校的男男跟女男 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全市的篮球比赛 那我们这一次除了安坑国小 准备了三个场地来迎接各校的精英 来进行篮球的一个交流对抗 这已经非常多年了 那我想来自新北市所有的学校 大家都很战战兢兢 来为这个比赛做准备 那希望你们在这一个礼拜的赛程里面 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开幕仪式上特别设计了三分线投球区位竞赛 让大家试水温并且炒热现场气氛 虽然只是小事身手 但各校都派出代表争夺冠军 而这次安坑国小总共有两对男男 以及两对女男参与竞赛 校长陈玉芳也期许小选手们全力以赴 这次我们安坑国小男男女男 针对这一次的比赛呢 平常呢 利用那个练习时间 以及那个放学后假日的课语 都积极的练习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次的比赛呢 我们学校安坑国小的男男女男 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成绩 将平常苦练的一个成果呢 有所展现 今年的新北小学篮球对抗赛 参与比赛的学校共有35所 男男夹一组与女男夹一组 合计有64支队伍 因此战况相当激烈 而透过与不同学校的场上较劲 更能让所有选手彼此交流观摩 也为全国赛提前暖身 记者声明这门奇 新店财宝报道